前几天我们进了一款有点运动饭的iPhone保护壳 材料是PC加TPU 触感非常舒服 不沾指纹 外观也很漂亮 撞色的边框加上抹杀的背面 让它沉稳的同时 又多了一丝活泼 比较适合那种不喜欢张扬 但又希望有点个性的朋友 这是我做淘宝以来最满意的产品之一 推荐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文轩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让奔宏给批评了 奔宏说你看你 吃个饭还看手机 你就不能吃完再看啊 其实这事也不能怨我 要怨就怨手机 它要不那么好玩 我能一天到晚抱着它吗 我的自制力特别差 见了手机我就不爱撒手 一玩就玩到后半夜 睡得晚起得晚 中午吃饭我都赶不上 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 那为了保住我的头发 我突然就有个想法 我要借掉智能手机 前段时间诺加发布了一款 复刻版的810 我挺感兴趣 那也本想借着这次做评测的机会 我体验一下 买的时候心里要好有个数 不过这手机不太好抢 我们抢了两次 都没抢到黄色的版本 幸亏有个重庆的同学 人特别好啊 借给了我们一部黄色的810 那收到快递之后呢 我也是怀着巨大的好奇 迫不及待的就把手机拿出来用了 那经过这段时间的体验呢 今天的这期评测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复刻版的810 到底好不好用 其实在拿到真机之前呢 诺加810的宣传视频 我已经看过好几十遍了 不过上手之后 我才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视频所不能表达的 比如它机身的这种黄色 从视频上看 它的黄色和我手里这台 Lumia 525的黄色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拿到真机之后 我发现8110的黄色其实很微妙 它是稍微有些泛绿的黄色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它为什么泛绿呀 因为一根香蕉啊 它刚刚成熟 但是还没有熟得特别透的时候 它就是这种泛绿的颜色 不得不说呀 诺加调色的功力 就算是到了HMD时代 也是一点也不见弱呀 除了香蕉黄的配色之外呢 诺加810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滑盖 和20年前那款810一样 复刻版810的滑盖 是不能像电影那样弹出来的 滑盖开盒的过程呢 也没有什么助力 刚拿到手机的时候 我对这种需要手动的 一滑到底的滑盖 还有点不适应 不过用习惯了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滑盖越滑越上瘾 以至于有的时候 就算我不用手机 我也会把810的滑盖 来回的滑着玩 虽然这个滑盖很有意思啊 不过它也不是特别的完美 首先是它的松动感 是比较高于预期的 不管是滑到中间还是滑到底 当我左右摇晃滑盖的时候 我都能感知到比较明显的松动 另外就是 这个滑盖有的时候会比较碍事 比如说我横平拍照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应该把手放在哪 我在看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滑盖也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方便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些系统 和滑盖之间配合不默契的问题 更具体的呢 我们会在操作系统小节讲到 诺基亚810的操作系统 是基于开OS的Smart Feature OS 所谓的Smart Feature OS呢 翻译过来指的就是具有一定智能级特性的功能级系统 关于这个系统 可能国内的用户不是特别的熟悉 网上很多810的评测 也没有特别详细的介绍过这个系统 没关系啊 我们的这期评测就会重点的来讲究这个系统 说到开OS的起源呢 我们可以追溯到Firefox OS 也就是火狐系统 火狐系统是2011年开始研发的 主要是通过预装在入门级的手机上 主攻新兴的移动互联网市场 火狐系统的底层和安卓差不多都是基于Linux 虽然它基于Linux 不过它所业寻的软件 并不是原生的Linux软件 而是通过一个叫做Jitco的网页排版引擎 来运行web应用 等一下啊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知识点 Jitco网页排版引擎 什么是Jitco网页排版引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网景的浏览器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网景浏览器曾经取得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 可惜的是随着IE浏览器的发布呢 微软和网景之间爆发了浏览器大战 由于微软占有主场优势 可以在Windows里预装IE浏览器 所以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网景浏览器一败涂地 最后不得不以4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国在线 不过网景浏览器可不是销声匿迹了 在与微软之间的浏览器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 为了挽回颓势 网景开始了研发新一代的开源的网页排版引擎的计划 这个计划被称作Mozilla计划 那负责这个计划的组织呢 就是如今开发和维护火湖浏览器的 Mozilla基金会的前身 那这个计划的具体产物呢 就是Gico网页排版引擎 基于Mozilla的Gico网页排版引擎 来运行外部应用不能说是一个不好的主意 通过HTML5来打破应用之间的壁垒 这个想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 可惜Firefox这个系统生不逢时啊 在安卓和iOS纷纷以封闭的软件生态来筑起高墙的当年 尽管理想再丰满 骨感的现实还是给Firefox的市场表现狠狠地浇了一桶冷水 后来的事情虽然很可惜 不过也在意料之中 Mozilla放弃了FirefoxOS 就像当年诺基亚放弃Migo系统之后 Migo系统的原白人马另起炉灶做了其余系统一样 在Mozilla放弃火候系统的背景之下 FirefoxOS的核心成员离开了Mozilla 成立了一个新的团队 并在FirefoxOS的金属之上 开始开发一款名叫H5OS的操作系统 不过H5OS的路走的可并不平坦 由于和投资方之间产生了分歧 投资方撤资 H5OS项目不幸搁浅 团队结散 不过在团队结散之前 团队里的部分成员已经尝试 和合作伙伴提前的建立接触 结散之后 他们也得以和合作伙伴继续合作 那合作的结果就是以H5OS为基础 开发出的KiOS 也就是这次诺基亚810所搭载的操作系统 由于整个系统都是基于Jico网页排版引擎来进行构建的 所以即便是个功能级的系统 KiOS对HTML5的支持也是非常完美的 在诺基亚810上我们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网页浏览操作 比如上微博 看IT之家 看在线视频 诺基亚810丝毫都没有遇到网页兼容性的问题 不过由于不支持触屏操作 屏幕分辨率也非常低 只有320x240 所以在诺基亚810上 网页的操作性和可读性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当然了 如果我们以智能机的标准去要求功能机 那就太耍流氓了 诺基亚810对HTML5的支持能好的这个程度 我已经非常的满意了 说到操作系统 就不得不说到软件生态 KiOS的应用是基于HTML5开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 把KiOS上的应用理解为 基于网页的轻应用 不过KiOS的应用和网页应用 还是有所区别的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KiOS向Web应用的开发者 开发了一系列的API 那有了这些API呢 基于HTML5的应用 就可以和系统功能和手机硬件 配合得更加紧密 最终实现和原生应用 基本一致的体验 下面是一段相对完整的 诺基亚810系统功能的演示 大家请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KiOS不支持Java软件 也不支持安装APK 所以很多人关心 诺基亚81110能不能上微信 能不能上QQ 这里先给大家抛个前论 并不能 KiOS要安装第三方应用 就只能借助它的应用商店 不过这个应用商店里的 应用数量非常的有限 在我们所在的区域 它里面就只有七个应用 其中一个是天气预报 另外六个全部都是小游戏 考虑到HTML5跨平台的特性 比较出众 而且开发也相对容易 所以我相信啊 如果开发者愿意的话 这个应用商店 还是很容易被充实起来的 既然在当下这个阶段 诺基亚81110所搭载的 KiOS还不支持QQ和微信 如果你把这台手机 当成主力机来用 同时又实在有和人通过网络 来进行沟通的需求 那估计唯一的渠道 就是通过电子邮件了 经过我们的实测呢 诺基亚81110上 邮件应用的体验 还是比较不错的 简单基础的功能 都可以实现 不过有点遗憾的是 它不支持实时推送 最快的发信频率 也要有5分钟之久 也就是说 诺基亚810邮件的即时性 可能不是特别的强 如果你有即时沟通的需求 那还是打电话和发短信 比较靠谱 当然了 打电话和发短信 肯定是需要电话费的 把短信当成微信 用一毛钱一条 虽然够即时 不过也够奢侈的啊 作为一款功能机 诺基亚810也是支持4G的 很多人估计会问啊 一个功能机又不能安装软件 那它支持4G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不瞒您说 支持4G的意义还真不小 首先是Volti通话 Volti通话是需要4G网络来进行承载的 和传统的语音通话相比呢 Volti通话的接通 等待时间更短 连心更加稳定 通话质量更好 通话声音也更自然 大家知道 作为一台手机来讲 通话功能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 把通话功能做好 是一台手机的本分 所以就算是为了单纯的追求通话质量 诺基亚810支持4G 也并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另外啊 为了更加充分的利用4G网络 诺基亚810还支持通过WiFi热点来共享网络 至于这个热点的网速呢 我们也基于连通的手机卡做了一个测试 下面是测试的过程和结果 诺基亚810随包装是附送了一条耳机的 不过可惜的是这条耳机的音质并不是特别的好 只能听个响 其实我觉得这条耳机最大的作用是当做收音机天线 没错啊 诺基亚810是支持收音机功能的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好多手机都把收音机功能给砍掉了 虽然这个功能用的人确实少 不过要知道 收音机在某些紧急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种通讯工具 救人一命的 就算我们不会遇到紧急的情况 当我们的手机流量没了的时候 听一听收音机 也未尝不是一种消遣的手段啊 诺基亚810搭载了高通的205移动平台 主频为1.1GHz 核心数为双核 这款手机的运行内存则是512MB 对于810的日常使用来说 这个配置已经非常够用了 不过在播放1080P视频的时候 810还是显得非常力不从心的 考虑到这款手机的屏幕只有2.4英寸 分辨率也只有320×240 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在这款手机上看1080P的视频 顺便说一下 8110播放720P视频的时候还是相当的流畅的 提到用810播放视频呢 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系统和滑盖之间配合的不默契的问题 当我们将滑盖闭合的时候 诺基亚810的屏幕会熄灭 而且这个熄灭动作是全局的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 只要我们把盖子合上 诺基亚810都会熄屏 虽然盒盖熄屏这个功能 在某些时候可以为我们带来方便 不过有些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便 如看视频的时候 由于我们会长时间的握持手机 如果滑盖保持滑开的状态 那这个滑盖就会非常碍手 我们横平握着手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累 而如果我将滑盖合上 由于滑盖熄屏的动作是全局的 所以这个时候屏幕就会熄灭 视频也就看不成了 拍照的时候也是同理 滑盖滑出来之后 就会非常碍手 非常的不方便 不过这种不方便的程度 并不像看视频的时候那么严重 虽然在拍照的过程中 保持滑盖的滑开状态 对我个人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我相信这种方案 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如果8110能够支持在滑盖壁盒的时候拍照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 支持将电源键用作拍照的快门键 那相信810的拍照体验会好上不少 诺基亚810的摄像头是200元像素的 不支持对焦 不过支持数码变焦 也支持闪光灯 关于这款手机实际的拍照表现 我们不妨通过样张来分析 首先是日间样张 可以看到 由于测光方式是偏中心平均测光 所以在明暗对比特别强烈的场景中 为了照顾画面的平均亮度 8110的照片的暗部曝光就会严重的不足 通过这张样张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下半部分的树木和草地 基本上已经是黑乎乎的一片了 如果我们在明暗对比不太强烈的场景下拍照 诺基亚810的曝光表现还是可以的 不过受限于相机的素质 就算是在阳光充足的白天 诺基亚810的样张的噪点也非常的明显 建筑边缘呢 彩边也非常严重 微距方面呢 由于诺基亚810的相机不支持对焦 所以近处的花朵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拍清楚的 可以这样说 诺基亚810根本就是不支持微距拍照的 夜间方面诺基亚810的表现还是比较让我惊讶的 首先是它竟然能够拍出画面 虽然照片造点严重 细节解析力很低 不过至少它能在暗光的场景下拍到景物 这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总体来看 诺基亚810的拍照表现虽然绝对来看 并不怎么样 不过要知道啊 它毕竟是一款功能机 它的相机也毕竟只有200万像素 它能够有拍照功能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诺基亚810的电池容量是1500mAh 官方宣称它有长达17天的续航时间 不过我想啊 官方测出来的续航时间指的实际上是待机时间 如果你经常使用这款手机的话 那17天的续航肯定是无法达到的 为了模拟用户的使用呢 我们用满电的诺基亚810开了一个小时的WiFi热点 电量剩余77% 然后呢又做了一小时的标准续航测试 整套流程下来诺基亚810的剩余电量为55% 根据这个续航表现来看 我们估计呢 如果你使用诺基亚810的频率相对比较频繁的话 那这款手机还是要两天一充的 当然如果你只用810来接打电话和发短信的话 那它的电量坚持到17天还是有可能的 总结 先说优点 诺基亚810的外观比较有特色 黄色版本的机器看起来也非常的亮眼 得益于对4G网络的支持 诺基亚810可以实现高音质的Volt语音通话 和高速的4G无线热点功能 缺点方面呢 诺基亚810的应用生态在当前这个时候还不是很好 加外软件呢 这款手机也不支持 另外由于滑盖沾了一定的厚度 所以这款手机的按键建成很短 打起自来时间长了呢 手机会很累 至于系统和滑盖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的问题呢 我相信随着后续的系统更新 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最后是购买建议 如果你希望自己远离智能手机的荼毒 想回归本质 安安静静的作为一个佛系青年 或者你只是单纯的需要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救急的备用机 那诺基亚810还是非常的适合你的 如果你希望在有个功能机的同时呢 还能上一场QQ 又用JR软件 同时对WiFi热点功能和Volti0通话功能又不那么敏感 那买纸支持2G网络的诺基亚3310 应该是个更好的选择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视频的同学 不妨订个月 点个赞 转个发 再次感谢为我们提供样机的来自重庆的同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